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一下两宫针构对东吴政局的发展影响 两宫针构其实孙权一首导演出来 只不过让派系各为其主由孙权来担任一个仲裁者 但是政治是非常奇妙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 当家不闹事 闹事不当家 但是偏偏东吴他发生的很多问题 完完全全都是当家者闹事 尤其在孙权晚年的时候 孙权晚年各位去看看 孙权一方面学习曹操搞孝氏制度 所谓孝氏制度叫做特务制度 然后这一些孝氏各位有没有发现 他对江东氏族提出了很多很多种种不法的事情 无论是季宴案 无论是屡一案等等 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孙权晚年是在搞特务统治 他为什么他搞特务统治原因非常简单 各位去看东吴的立国 东吴的立国 各位来看上游就是现在的中游 长江中游就是两湖地区 正守荆州的是谁 正守荆州的是陆迅 然后各位去看看他下游 他的下游几乎都是江东氏族 好 向朱智他们等等正守 那换句话说 沿长江一线 从西陵峡 从西陵峡一路到南京 这个地方如果你要走水路的话 大概是七天可以到达 就是说从这个地方一路下来 沿边守将几乎都是谁 都是江东家族所掌握 如果他起异心的话 各位可以想想看后果之严重 那孙权为什么不用怀世 或者是江北集团 其实确确的说 当周瑜 鲁树 吕蒙 一个一个走了以后 真正能当大任的就是朱然 甚至于陆迅等人 那换句话说 这些江东四大家族 纷纷掌权 那孙权的孝氏制度 就是特务制度 各位去看 那现在出土的很多的吴检里面的记载 对于孝氏制度 几乎是完完全全 对准的都是什么 荆州 对于朝中呢 就是对于他的丞相 叫做故庸 就是换句话说 他把他的 侦查的重点 往往放在这头为两个地方 一方面是荆州 一方面是扬州 一方面是扬州 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 一方面 故庸是当朝丞相 我一向十九年 一个是陆迅 陆迅镇守荆州 然后统领的是整个荆州的兵马 他的辖区那有多大 他的辖区是东起武昌 西到西林辖 北至襄阳 南到交州交广 他统治了那么大的区域的地方 况且各位要理解到 荆州 从孙权拿下荆州以后 荆州成为了一个 除了成为一级战区以外 东吴重要的兵员 几乎都出自于荆州 所以孝氏制度 他一方面对朝中大臣 另外一方面 他在对地方上的话 他是完完全全针对荆州而来 所以各位看 吴书上面的很多的记载 包含太常潘俊 就是蒋婉的表弟 他都要针对孝氏制度 跟谁进行抗衡 跟孙权 潘俊一度想要杀掉谁 一度想要杀掉吕一 他们 这个时候有人去劝 这个特务统治的吕一 说潘俊有可能接雇佣为相 这个时候你最好你少惹他的麻烦 一旦他接了成像 你绝对没有好日子过 所以才把这些特务的契验 完完全全的压下去 孙权知不知道 孙权当然知道 孙权还为了这件事情 像曾经被特务迫害过那些朝中大臣 一一道歉 然后杀了吕一 那换句话说 孙权在这个时候 他之所以道歉 孙权并不承认是自己的婚馈 能够让君王道歉的大概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民意压力过大 他必须道歉 那第二个呢 就是朝中势力过大 他也必须道歉 否则他得不到他们的支持 这个对东吴的政局来讲 尤其是太子的地位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警告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再来看孙权陆逊跟皇室之争 所以我们一定看历史 要去了解他的背景 如果不去了解他的背景的话 你光是看列传里面所记载的 你完完全全抓不到问题的重点 就是说在孙权晚年的时候 第一个领兵制度 第二个江东四族 第三个奉义制度不断的扩大 这一些让中央的直辖权力 就是说他直接可以掌握的部队 他直接可以统治的区域是越来越小 这个是引起了孙权的忌讳 因为任何一个皇帝 他最怕就是放权或者是让利 如果你限缩他的权力 他必然会有所反弹 况且曹操曾经讲过孙子当生孙仲柔 就是我的儿子应该要像孙权一样 我生个儿子应该要像孙权一样 孙权在早年的英气跟锐气 一直到他晚年 你尤其宜林之战以后 他的疑心病越来越重 尤其称帝以后的疑心病越来越重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再来看看孙和 孙和就是皇室之争 就是孙和到了最后 孙和跟孙霸进行皇室之争 我刚刚讲过 其实孙家的宗氏 还有江北集团 还有怀世集团 他们为什么支持孙霸 因为各位去看看 怀世集团的也好 江北集团的也好 在孙权称帝以后 他们的政治地位大幅度的下降 为什么下降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江东氏族 分分月起 毕竟孙 孙武的几次对外战争 这个战争 他的军权都掌握在江东氏族的手上 在这种情况之下 孙权已经对江东氏族非常非常的不放心 这也造成了孙武的政局 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有人说这个是东吴的政治悲剧 的确这是政治悲剧 就是说各位要知道 江东四大家族 他们各有他们的庄园经济 又有兵权在朝中又有人 所以呢 孙权对于他们处处提防 处处提防也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坏就是坏在两个地方 就是说这些江东四主要用敌法 来约束谁 约束孙权 那其次第二个 他们手上又握有兵权 那相对于怀氏集团 相对于江北集团 他们没办法领兵的状况之下 就必须要寄生于中央官僚的朝廷里面 他们就变成了中央官僚 变成光感司令 所以他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力士 或者是透过孙权之后的权力之间的分配 他们主张 他们也有立皇室的权力 那在这两者激荡之下 好 各位来看孙和跟孙霸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孙权 他的争端 各位来看看开启争端 一个皇帝去开启政争 这是蛮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那事实上亡古今来是很多皇帝 他主张为什么都要开启政争的原因 非常简单嘛 就是说他有主动权 他有支配权 他还有分配权 如果这三项权力缺了一项的话 政争必然启动 当然我们讲的都是音略之主 像那个晋慧帝我们就不讲了 或者一个弱势君主 我们就通通不讲 我们讲的孙权毕竟是开国君主 孙权 刘备 曹操三个人都算是开国君主 曹操一生没有称帝 但是刘备称帝败在孙权之手 而孙权称帝 其实孙权的辈分是在谁之上 是在曹丕跟阿斗之上 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回过头来讲 他想运用两宫真构的方式去压制江东的四大家族 这个是孙权的主张 所以孙权这个主张一旦被孙家宗室 像包含鲁班公主 包含江北集团的布置 布夫人她们发现了以后 她们就希望全归中央 适时去削弱 江东四大家族的权力 所以她两宫真构 一路弄得下来 把江淮集团 就是江北跟淮氏集团弄得伤痕累累 也让江东四大家族付出了她的政治代价 那两宫真构 我们今天看得起来是很多很多都是不合理的 但是各位不要忘了 那权力是有排他性的 权力也有他的支配性的 当一个皇权没有办法排他的时候 那他干这个皇帝干什么 所以我们经常看 看政治里面大概有四种组织形态 第一个就是国务总理独任制 所有的权力是在国务总理 好 然后第二个叫做协调制 协调制呢就是说 好比说格魁 他下辖八部二会 那这个八部二会变成一个协调会 那这个格魁干得下去吗 好 一个是独任制 一个是协调制 那你第三个就是执行官制 就是由上面直接赋予你权力 你就代理着理朝政 这个叫做执行官制 那执行官制 是事事都要请示 那第四个 好我刚刚讲的独任 独任协调执行官 还有一个就是权相制 独任是跟权相不一样 那权相可以代寻君士 行君士 君王的君 君子的君 这种行君士 是政治体制上的一种变种 所以我们往往会看到的很多的权臣 但是东吴的权臣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不在四大家族 反而在孙家的宗室 你看孙林他们 完完全全都是在孙家的宗室 因为孙家宗室认为 这个天下是我打下来的 你凭什么跟我分一杯羹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两宫争够以后 孙权虽然放逐了孙和 杀了孙霸 但是他跟江东四大家族的斗争 也斗得是伤痕累累 陆逊也因此而丧命 当然他的儿子陆亢上来了以后 还是跟孙氏王朝合作 但是他们这个合作 确确的说 确确的说 他必须要保护他的家族 所以我们今天去看一些政治局势 其实政治局势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他背后永远有利益的算计 有大权旁落的余韵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面 屡见不鞋 那第三个我们就来讲 好 各位来看看 所有的江淮人士跟江东四家大族 全部卷入到政策 那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政治的清洗 就是政治上面的洗牌 谁会受到重用 谁会受到重责 谁会灭族 全部都在一场政争中 全部解决掉 那从这一些我们就必须感慨 其实孙权建立的王朝 他对于体制上的一些建立 的的确确确是有很大很大的毛病 他一方面想要强化君主集权 另外一方面他又要争取江东四族的合作 那更重要的他还要扶持另外一个派系 跟孙家的宗室 好 而后虽然是由我们所谓的怀氏集团 就是江淮集团 跟孙家宗室的合作去打压所谓的江东四族 但是我们看这一些打压为什么统统不成功 原因非常简单 这些人都在中央围观 而没办法去地方掌握实权跟兵权 那到了最后一个变成了恐怖平衡的状况 中央是由我孙氏家族的中士跟江淮 就是怀氏集团跟江北集团的合作 我控制的中央 但是对于地方上他没办法控制 原因非常简单 这个就是地理情势的限制 所以各位不要小看 看六朝也好 看三国也好 从孙权家族 你得到了一个历史的铁律 那这个铁律那是什么 为什么东吴的全城比蜀汉还要多 全城也比朝魏还要多 这个就是说政治上的奥妙 就是对于这些人 你没办法消灭 你只有争取跟他们合作 那争取到了以后 你又怕势力越劫越大 你有君权旁落之余 所以他必须要对他痛下杀手 那痛下杀手 他最重要的是要叫这些江东四大家族 你们要表态效忠 当有人不愿意表态的时候 你的厄运就来临了 嗯 怎么办 谢谢观看